大家好,我是小凯 这节课给大家带来一种不是很常见的图形的画法 相形图 这种图形虽然不是很常见 但是呢,是一种很有用的图形 所以在这里专门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相形图的它英文名字叫做box plot 它又叫做核须图、核式图或者相形图 它有很多个名字 它主要的作用是为了显示数据的分散情况 它的画法是在一张图形中 把数据的一些统计量直观的表现出来 总共有四种数据 上边缘、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下边缘还有异常值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相形图 我们对照着看一下 这个就是上边缘 然后这个是上四分位数 这根红线呢,就是中位数 这个呢,是下四分位数 然后这个呢,是下边缘 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些点呢,就是异常值 通过这个图形呢,我们就能很直观的观察到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散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Pathon里面是如何画这种图形的 首先我先生成一组随机数据 在这里呢,我生成了一个大小为1000的数组 然后我用box.plot 用box.plot来画出相形图 我们运行一下看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画出的一个相形图 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啊 这个异常值的点呢,跟我刚才那个图形上的点的形状不太一样 那是因为我调整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就是symbol sym 它呢,就是用来调整异常值的点的形状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点 然后再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圆点的形式 除了这个参数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参数是width 这个width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width呢,其实就是代表这个虚的一个长度 因为有时候我们希望 比如说我们希望把这些异常值能够纳入到这个里面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虚的长度调长一点 然后有时候我们希望 让这个异常值显示的更多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虚的长度调短一点 然后这个虚的长度的默认值呢,是1.5 这个1.5它其实是一个比例值 具体的公式呢,大家可以在medplotlib的官网上面查到 这里呢,我就不再讲它的具体公式 大家只需要知道,当它这个数值越大 就说明这个虚越长 当它这个数值越小 就说明它这个虚越短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虚的值调得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不再有异常值了 因为它非常大 所以说这个上下边缘就把所有的值都给囊括进来了 我们再把它调小 调小成0.5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这个虚长度非常短 所以说这里就有很多异常值 然后它的上下边缘呢就非常的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这个虚的长短进行一个调节 来得到一个合适的图形 Box Plot 函数呢 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同时画几组数据 也就是说在同一张图当中显示几个相形图 这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对比 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来试验一下 在这里呢 我创建了一个四乘一千的数组 也就是说有四组数据 每组数据它有一千个数据 然后每组的名称呢 分别是A B C D 然后我们来画出它们的相形图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试试看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们画出了四个相形图 然后对应的分别是A B C D 在这里呢 A B C D 我是用了Labels这个参数来进行表示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呢 是随机生成一个100乘五的数组 然后绘制它们的相形图 使用SYMBOL和WITH三数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